来了个谁 郭欽林可能要来 呦呦呦呦 哎 你瞧那个 你们两口子要团聚了 对是是 呦 还挺好看 不过这打中午的 余老师把我叫这儿干嘛的 这 这 这腿都没了 这腿 来了 小鱼啃腿 哎 我在这玩会儿吧 这这炸鱼猛的都是逮啊 这个 你小心 那麦你要扎湿了得赔三万块钱 我刚才问了 忘了还有这场的 来吧 转一做一圈吧 上了上了上了 我这裤衩给你们全擦干了 什么内容啊 一会儿都敷呢了 大爷 大爷 干点 妈跟这儿洗脚拿起来 对啊 您见过开水里煮蛤蟆吗 一会儿慢慢就熟了 行了 今儿就想告诉你们个事 刚我接了一电话 咱们这期呢 有点小变化 月月走了 又坏了 来了个谁 郭欺凌可能要来 你瞧那个 你们两口子又团聚了 这是 你熟吗 我都已经已经四个月没见着他了 失散多年 也确实挺不容易 那边组里边请了假 到咱们这儿来玩一玩 说实话 好长时间 包括你们师傅 郭老师 跟他都没聚用会了 所以我觉得他来了 咱跟平常玩的东西 可能也就不一样了 那么他要来了 咱们怎么玩 还真得想想 揣测一下您的含义 就是咱们玩他们爷俩 你看这个来得早的这人 他就是船子亮 明白了 咱们的初衷 还是让爷俩见了面以后 能玩得开心 咱们几个人好好地 想想游戏 那就是亲子游戏呗 最好 我觉得也是 好 这两个队都想游戏 有速度和激情 两个大方向作为选择 郭老师和大林会作为队员 加入策划游戏的队伍 游戏结束 爷俩会对游戏进行评价 要是俩人都喜欢 下面他们就会继续玩 这个队伍策划的游戏 要是有一个人不喜欢 下一轮 他们俩就会加入另外一支队伍 去玩他们队的游戏 四家 我师父进那个队打另外一队 那还赢什么赢啊 师父玩得不厉害 他是个累赘 咱换队吧 我能上那队吗 我现在想去冷板那儿了 我想回去了 冷板那儿比较安全 队长就这样 我是得活 不行 太吓人了 行了 想赢还是想输呢 你们自个商量 具体先玩哪个队的游戏呢 明天早上大家各自发微博 咱们看网友说先玩哪个游戏 咱们就先玩哪个队的游戏 得嘞 那你们 您也泡沫泡沫 我不了 我那屋里有空调 我跟这泡沫干嘛 好嘞 我修一下 好嘞 打扰咱们去 打扰咱们玩啊